可是我就覺得我做的室內司機就是 少了那個顏色 那個比較touching 比較動人的那個部分 廣網用的都是顏色 所以我一直 上次 主辦人一直找我來談這個題目 我其實有點擔心 不過我也因為這樣子自己做了一些小小的study 那我今天只能說 跟大家做一個我自己的 study的分享 那因為去年 我們來了講的兩場 是在講書 去年的兩場 比較接近建築的 歷史跟理論 所以講的比較重 那個本來是我自己的專業 今年這次講堂書 講的顏色 我會試著用比較輕的方式 因為它不是用書來講文本 也不是講歷史 也不是講理論 所以我大概不會用上次來提的 我這種非常組織的 對於空間 對於建築的意義來談 我大概比較會用一種 感知的 就是直接在空間感知的方式來 各位聊聊我自己本身的心得 那這個心得 不見得是完全的正確 只不過是我自己的各種感覺 所以如果有一些的自我詮釋 是跟你想像的不一樣 其實我很可以跟各位討論 那也其實都會包含 這之間 顏色的東西是很主觀的 那這是我今天 各位講的一個具體 那為什麼我今天會來講這個主題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在五年前 跟德力圖料認識 那五年前 德力圖料一直想 把顏色放在一個更積極的面向 對於公共啊 對於社會啊 對於空間 做更積極的面向 不要只是把它當作 一個塗料或材料來做 最好能夠 touch 到設計 甚至於能夠付出到公共空間 還有包括地景 藝術的觀點 那其實在德力圖的過程 緊接著大概就在三年前 其實跟德力圖料這三年 一直都有合作一些事情 叫做MESA台灣 那持續的三年都在做 一直到今年 六月開始做第四年 是一個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棒的景點 那上過年前的講堂 好像吳芳鼓老師也來 他其實也是在三年前 我們一起為台灣的一些地景 跟顏色 還有跟裝置 或者是社區做一些能力 那他基本上對我來講 那是一個 蠻好的一個公共性 或者是社會性的運動 大概不是只是在談 每部分的問題 那當然那個不是我今天的主題 因為上次我 我應該想像中 吳芳鼓老師如果 各位來賓給你們參加的話 他應該會提一些那個部分 那我今天的主題也是 因為這樣的經驗裡面 讓我碰觸到 顏色更精確 或更有意思的這個部分 所以今年才會開始 能夠碰觸到今天要跟各位討論的問題 這個要的討論也有一個架構是 這個要的討論也有一個架構是 在世界性國際性的幾個 比較重要的跟顏色有關的 不管是塗料公司 或者其他的產品的公司 其實都會開始企圖在每一年 能夠重新去建構一個 每一年的年度的顏色 那每個年度的顏色 當然不是絕對的 那個大概是一些designer 認為每一個年度的顏色 的train是在哪裡 這個train 很多人會去觀看它怎麼 詮釋這些顏色 也有很多人認為 不一定是這個顏色 那也不壞 可是這個所謂的color chain 就是每一年的color chain 我每一年都有拿到 每一年他們所study的顏色 我覺得很有意思 對我來講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它能夠在一個 這麼抽象的顏色裡面 談到各種不同的心境 或者是感知 那這個也是很personal 而且這個也很專業 不是隨隨便便 我們說它是就是 它是一個很專業的思考 所以這個部分 是我自己會生 對我來講是一個原因的關係 那因為這樣子 我今天就是study了 它這個系列顏色以後 我沒有針對那個叫做color chain 明年的年度色來看 我只是在想 這些年度色它所表現的狀態 如果回到我自己的 真是一個建築師的話 那我怎麼在20世紀到20世紀的 整個從建築到室內到地景觀念 這些顏色對我來講 它可能特別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比較用這個觀念來看 所以我今天會分 在這個大主題之下 我會分三個小主題 第一個主題是 跟建築有關的 顏色跟建築之間的關係 那建築大概 比較容易理解的就是量體 外表上面的造型跟量體跟外牆 或者跟材料有關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 建築的思考對於顏色 總是希望能夠跟材料 產生很大的關係 那也比較強調的是屬於快體型的 量體型的概念 那我今天的第二個 topic 基本上談的比較屬於interior 室內 因為我自己可能也是室內設計師 室內設計師所談的顏色 就不全然是快體量體的關係 它其實比較會談到的叫做touch 就是很近距離的接觸 還有那個顏色本身層次會更多 因為它要跟各種不同的材料 碰觸在一起 比如說碰觸到室內 就不會是那麼多硬的思想 它開始會跟一些軟架式 布料 textile 布料的關係 然後 會跟紙有關 跟刷漆 跟木頭 跟鐵劍 跟各種不同的 還有包括一些床 還有軟包有關係 所以 每一種不同的材料 開始變得比較多樣 比較複雜 那個部分其實非常挑戰 雖然我自己本身是建築師 是一個空間專業者 一碰到那個我都不會 我根本就不曉得要怎麼去 嘗試的在各種不同的顏色 放在一起 才能夠有一種感覺 所以我也試著在第二個 特別裡面 能夠稍微碰觸到這樣子的 室內對顏色的看法 當然 一碰到室內 碰到顏色的時候 它就比較不是像 建築快遞上面的 它比較會碰到一些叫做 branding 就是每一種品牌 每一種空間 都有一個叫做 品牌色 這個品牌色 關係到商業 商業 如果你做一個室內商空 室內空間的時候 它就有些品牌的 商業概念 所以它會有一個 叫做品牌主調的顏色 它必須要做一個 color skin 那個是很專業的 包括branding design 這是我們第二個 想要跟各位聊聊的 不是很嚴肅 可是它就是 用這樣的方式來聊聊 第三個想要談的 其實是把它 擴到比較大 就是顏色拿來當作 城市景觀 城市地景 放到 比較多元的 城市環境裡面 除了在看建築以外 顏色對一般的 做城市地景的人 做landscape也好 做藝術或做裝飾也好 他們對顏色的使用 怎麼樣去詮釋 在地的文化 詮釋在地的色彩 那那個思考 其實跟城市的整個image 就開始有點關係 或者跟藝術性 開始有點關係 跟建築跟市面 就不太一樣的思考 所以我希望藉由 這三個層次 我自己的理解 來跟大家做一個 比較粗淺的討論 然後我想這個是 我今天要跟各位聊的 三件事情 那就在這三個topic裡面 我就先從第一個開始 先談建築師們 不是全部 就我自己理解 或是就我自己外形的 建築師們 他在用顏色的時候 基本上顏色能夠表現在幾件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事情 就是實區跟光明 就是實體的色彩跟實體的色彩 我們都知道說建築師 在處理空間的時候 常常處理的表現的 某種件事情 一個是具體的量體 那個體量的大小 它的形式是怎樣的 另外一個是那個量體包起來的 那個框間 我們稱呼叫space 那個叫虛框間 面對實空間的做法 基本上都是在外牆 用顏色來跟外牆的量體的前後關係 量體關係 比例關係 產生它的概念 可是面對虛的空間的話 其實顏色常常產生在哪裡 常常產生在光線 不全然是靠顏色 顏色有時候更是虛的 它其實只是光線打進來的 那個產生的狀態 那這個對建築師非常重要 甚至於勝過室內設計師 因為建築師做的空間都比較單純 比較像公共空間 所以他用了那個顏色常常 跟光線有關 室內設計師在膨出光線的時候 因為裡面的材料很多 所以他沒辦法用一個光線 來表現全部的事情 所以他的觀點不一樣 所以時需空間 跟光跟影之間的關係 就顯得是建築師所關心的 那如果談到建築師所做的事情 大概免不了在20世紀 會碰觸到20世紀的初期 我們稱為叫做現代的美術運動 也就是說現在的抽象藝術的運動 抽象藝術運動 往往是把以前我們看到的 這個叫做寫實的狀態開始抽象化 那寫實的抽象化以後 開始會表現那個感情 就不是表現那個具象的那個icon 開始企圖用線條用量體 甚至於用顏色 要不要表現這個感情情緒上的 或者感知上的關係 那我們最明顯的例子 直接先跳到所謂的現代畫派 大家可能看這張還不一定理解 可是這張其實是開始從 還沒進入現代畫派有點接近 蝴蝶寫實畫派 要跑到現代畫派的時候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派別 影響現代的抽象主義 或者影響現代建築 非常非常強烈 它是一個荷蘭派 這個荷蘭派它並不是一個建築師 它是一個畫家 這個人叫蒙德里安 我想大家都知道 蒙德里安是一個很會畫很會畫 早期的訓練它很會畫 實景的素描寫實的話 都很厲害 可是在20世紀初期當時的時候 所有人都在挑戰如何跳過 或者是如何超越原來這個寫實派 然後大家都共同在走向一條 如何面對抽象這件事情 可是它能夠挑戰人的感知 我們都知道這世紀有幾個很重要的畫派 都開始把寫實的東西開始抽象化 一個叫印象牌 開始有一些小小的點 用點瞄的方式 點瞄的方式 每個都是一個小色塊的點 就像我們現在看到的Pixel 然後形成一個很完整的看似寫實的話 而且近看看不出它到底寫實在哪裡 可以遠看有的感覺 比如說你看網內畫的那個睡眠 那個所有的遠看 你可以看得到那個形象 近看的時候你會看到很多的色點 那個時候除了印象派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立體派 立體派 有人叫做風格學派 有人叫做格式學派 它的派別是從荷蘭開始的 比較沒有歐洲、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 這種古老傳統 它算是比較一個新的傳統國家 所以它很容易就可以跳到一個抽象的 沒有太大的包袱 那這個整個風格學派稱為叫Bestil Bestil如果翻成英文叫做The Style 它用英文就說Style這個名字 就是一種風格 所以有人把它翻成叫做風格學派 那風格學派的最重要的 其中的一個主要的首腦 其實就是宏德里安 宏德里安就是企圖在這裡把它的 把它原來畫的這些寫實看似樹的東西 慢慢慢慢的越來越簡化 簡化到你可以幾乎看到這張圖 可以看到它可以是變成一些線條 那這些線條可以 一樣可以感覺到這個樹的 這個張力跟寫實的前後關係 可是到這裡的時候 它的前後關係開始被拉得很比較平 因為它只是變成線條 少掉的是什麼 少掉的是很多那個交雜以後 前後疊出來的陰影 我們當時說素描最常要表現前後的關係 除了文藝復興的透視體以外 另外有其中的陰影 表現它的前後的關係 可是實際上當它變成一個簡化的線條的時候 那個前後感 深度感慢慢不見 那其實宏德里安也企圖在這個抽象畫裡面 企圖把原來的寫實東西變成抽象的東西 變成抽象的東西的時候 還能夠用這個抽象的東西來表現 因為Universal 表現這個叫做環宇性 就是普通的共同性 可是有一件事情 那個抽象畫帶到抽象之後呢 尤其在風格學派 有兩件事情好像在寫實派表現的 在變成風格學派就不太容易表現 第一個叫做深度 因為它少了陰影 第二個事情就是這個深度的感情 因為它抽象畫以後不容易表現 所以蒙德里安就進階的從原來的寫實 變成抽象以後再進階一次 就變成了 把所有宇宙萬物的東西都變成這個垂直跟水平線 垂直跟水平線就更抽象了 所以為了要表現這個垂直水平線的深度跟感情的時候 它靠的是什麼 它靠的是顏色 它讓這些顏色 有些顏色會跳在前面 有些顏色跳到後面去 讓這個線條跟顏色產生一種 就是大家普通性的感覺 當然很多人說我沒有這個感覺 因為剛開始大家很多人 不太容易開始抽象畫 可是你一以為一瞇的眼睛 你還是可以感受到那個 前後交疊的這樣的關係 這個交疊關係來詮釋世界上的這個 這個程式感 那當然它也詮釋了說 宇宙萬物它希望用什麼樣的顏色來表達感情 用三顏色 藍 黃 紅 非常強烈的顏色來表現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感覺的關係 甚至於更精簡一點 它如果再抽象再簡單一點的話 大家最熟悉的紅的顏色 它有點這樣子 就開始有很深的 跳出來比較淺的 或者是紅的 甚至於這個比較深 這個比較淺的表現的深度感以外 它對於人性的情感的 我們稱為叫perception 感知開始有些影響 當然每一個人看著感知和他一樣 這個當然就不是挑戰它 是挑戰我們的 濃頓的程度在哪裡 所以很多人就試著去可以留下那個表現 可是沒關係 現在畫派裡面的這項畫 其實容許我們一個人有不同的感覺 所以這件事情是一個叫做個人的詮釋 就在這個當時 蒙德里安在做這個 這樣的畫派 影響了 雖然它是從荷蘭 不是一個歷史悠久的 這麼樣一個國家 可是它卻影響了整個中歐的所有的現在建築 所有人都受到它的影響 那也開始這個抽象畫 除了受到 在建築上面 除了受到 立體派影響 最終受到影響 就是蒙德里安所做的 因為它的垂直水平線 非常理性 有架構的跟顏色 其實是最容易被 運動在建築上面 以前的這種非常freeform 自由曲線的東西 跟建築還是有一點距離 可是在這樣子的垂直水平架構裡面 建築的很理性的思考 就關注在裡面 那 反而立體派沒有影響那麼多 可是我今天要跟各位 剛開始第一個要介紹的是一個 本來他也是一個立體派畫家 他大概是第三流的立體派畫家 可是他是第一流的建築師 他是全世界如果要談信代建築 他絕對是第一名 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建築的啟蒙 剛開始的人 可是他也是一個立體派的畫家 雖然他立體派 可是他整個建築的成片上面 其實受到蒙德里安的整個 整個畫派抽象化的影響 非常非常厲害 這個人叫做柯平 可不止葉 他是一個瑞士出身 可是後來轉成法國籍的一個人 我為什麼特別用了一個書的封面來講柯平 是因為我很喜歡這本書 這本書在前年出沒多久 出這本書的叫范逸順 他其實是一個攝影師 他自己本身 自己是一個攝影師背景 可是他也姓教 他就去了法國的一個非常重要 柯平一後期的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修道院 住了快一年 那個修道院叫做馬圖瑞 馬圖瑞修道院 他在住那一年當中 除了在修道以外 他其實深深的感受到 柯平一在幾乎在他的晚期 把他的所有的藝術思考跟建築思考 放進那個建築裡面的最大的障礙 所以回來以後他出了 除了其他的手雜以外 他出了攝影機 這攝影機所拍的照片 幾乎連世界上 其他人都很少拍出他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當然是因為他就住在裡面 住了很久 那我非常推薦大家去 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買這本書 他寫柯平一的最後風景 然後是在山丘上的修道院 那這個案子 這個奴瑞修道院的確也是柯平一 在最後期的時候 一個極大層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作品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極大層的作品 跟那個完全相對比的 另外一個要來的相較 是比較屬於自由曲線 那這個是比較rigid 那在這裡面可以看得到 但他所有的照片裡面發現 這個柯平一除了有非常理性的空間的架構以外 顏色跟光線都是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 那對顏色的光線也是不可忽視 而且具有某種強度 是他的背後的畫家的色彩 好玩的是 有趣的是 柯平一在做這樣子的顏色的時候 其實他是曾記得現代主義的概念 他用的是三個顏色 用的是純紅純藍純黃 另外一個 他在空間比例上 遵循了一個 蒙德里安的這種垂直水平方格的關係 甚至於他遵循了文藝復興 那個時候我們稱為叫做黃金比 黃金比就是那個做方形的時候 所有漂亮的長方形的比例是 1比1.414到1比1.618 超過以後太長一點就不漂亮 這在西方只有這個信仰 他們稱為叫做黃金比 那柯平一就一直在試著在他的建築裡面 還能夠表達他的藝術性 還有他的藝術的表現 那在這個表現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柯平一做了非常多的project 在基礎project裡面看起來是非常非常建築的 而且無可無庸置疑的是一個非常現代主義的空間架構 非常精準 可是非常有意思的是 他除了在做這個精準的建築架構以外 他在表現他的三原色 非常有意思是他怎麼表現他的三原色 他並不是讓他的建築外面 這邊塗一塊藍那邊塗一塊藍 不是 他做的事情是讓他們正立面 都是灰色的 混淫土的原色 顏色都表現在哪裡 表現在每個陽台的側面 所以你從正面看的時候看起來是 是非常統一性的一個空間的架構 可是當光線一打 或是晚上的陽台燈一亮 或太陽光一打的時候 那個原色是從裡面的方格 這個深度給滲出來 並不是自己的外立面表現的這個空間層次 所以在這裡面找到了一個建築師表現建築 自己本身的建築性 也找到建築師在裡面表現他的這個空間 跟他的色彩之間的關係 這個project其實是非常出名的 叫做馬賽工藝 它在這個完整的一個大的馬賽工藝裡面 加進了一個顏色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它既大膽又 有含蓄 大膽其中的顏色非常大的 它的含蓄是把顏色藏在陽台的那個 內裡 我非常非常喜歡在這一個 這個作品的時候 表達出來建築師們 對於建築之間的關係 可是這個關係請大家注意 這個關係跟室內的建築 室內的設計師完全不同之 它其實沒有那麼關係 這個顏色對於人站在那個陽台的感覺怎麼樣 它反而總是什麼 反而總是人站在建築的外面 看這棟房子的時候的那個顏色的composition 那個組合關係 跟那個量體的深度 跟室內設計師非常強調 我這個面要用什麼樣的紫色 那個紫色的touching的質感是什麼 是不一樣的 所以對它來講 建築所面對的角度或對象是城市 是城市裡面的人 而不是住在那裡面的人 就是很不一樣的角度 再過來呢 它在Rodger Ray這個修道院 也做了幾件事情 它故意讓它的窗戶 開始駕進了很多的顏色 這個顏色呢 你可以明顯的看得到 它有一個基本的格子的比例以後 加上一個sub-system 就是一個次數 第二個次序 第一個次序是完整的格子 第二個次序是塞進的幾個條狀的proportions 跳動的有韻律的 它非常強調 所有的窗戶的開窗的比例要是黃金比 非常強調這個顏色的跳動之間的關係 甚至於強調在這個顏色裡面 如何跟外界跟內部產生的概念 我等一下會講其他的案子 就是說顏色有的時候不是外弄在外面的 反而是轉到裡面來 讓那個顏色不是那麼直接大啦啦的 可是它卻可以反映到 光線打在牆上 反射到室內的時候 才泛起的那個光線的感覺 所以這張你可以明顯的看得到 它幾乎有點像在像 彭德里安之景的概念 就是把它的所有的架構系統 來駕起它自己想像中的格局 你會覺得它為什麼那麼無聊 可是實際是 藝術創作本來就有種無聊的層次在裡面 就是做一些本來不是也主要的東西 反正是滿足它自己的創作 有某種 某種慾念也好 或者想像也好 它最經典的還不是是這樣 它最經典的案子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 任文藝的建築 它最經典的是這個 這也是它後期的另外一個經典案子 叫做狼鄉教堂 這個狼鄉教堂雖然所有東西都是 都是曲線的 可是它把這個牆做得很厚 跟剛剛那個很薄的格子不一樣 它做得很厚 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哪裡 最有意思的地方是 這個每一個窗戶都有它的 完整的Proportion 這個Proportion呢 都是黃金比 正方的黃金比 正方一定就是黃金比 1比1嘛 1比1或1比2 這個都是很好的比例 如果要長方的話 1比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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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都有它不同的Proportion 像一個音樂的韻律一樣 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哪裡 它把這個牆做得很厚 而且外面的窗戶的比例 跟裡面的窗戶比例是完全不同系統的 所以你看這個是長方形的 立形的長方形到 伸到這裡的時候變成一個長型的窗戶 它用斜角 用那個很厚很厚的深深度 來幹嘛 來表現那個窗戶 泛起光線的時候 表現出來的戲劇性 跟我們平常看到的一個 同方真正的窗戶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從外牆看到的窗戶的韻律跟比例 跟你從內牆看到的 是完全不同的系統 可是這兩個系統卻加進了很多不同的光線 它光線在哪裡 可以坐在窗戶上面 而且這個窗戶的光線不是使的 是可以脫光的 就像我們現在看到的 叫彩繪玻璃 所以光線打在紅色的玻璃上 反射到它的這個深度的這個牆上 它就每一個洞開始產生不同的 的language 不同的話語 然後是一個非常非常戲劇性的 這種事情不是只有科比一 而不是只有科比一在現在主義做的 其實最早期為了要表達神聖感的時候 在利用太陽光線打在建築的彩色的窗戶 打進空間裡面 變成一個非常戲劇性 甚至於神聖性的空間 早在十三、十二世紀就有了 那個時候最重要的一個典故 都是放在建築的一個類型叫教堂 因為教堂必須要有神聖性 它必須跟時間說話 然後必須跟光線說話 那個時候創造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教堂的系統 叫做科多教堂 如果你到科多教堂裡面看 它最重要的神聖性都是那個 彩色的鑲嵌玻璃 然後光線打進去的時候 外面看起來好像裡面很暗 可是進到裡面的時候非常亮 因為都是光線打進來的狀態 所以科比用了一個 在玻璃上不是上色彩 而是在玻璃的這個質感上面的透光線 的透光線 來表達它跟這個空間之間的關係 那這幾個都是經典的 我們稱為叫做如何用色彩 那當然這一定會離開塗料 因為建築師們他們認為 色彩來自於很多不同的方向 尤其是一個我們講虛的部分 就是光線的部分 對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建築師往往在懸釋這些 概念的時候 到了更後期 像我們當代 都希望當代的色彩能夠更 更活潑更有意思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對一個Graphic Designer來做的話 它其實可以在一個同樣的Pattern裡面 表現各種不同葉子的線條 包括顏色 包括質感 來表達它的多樣性 而且也表達它的統一性 它的統一性就是 它的同樣這種這樣的環境 那這個在藝術創作裡面 或設計創作裡面 常常是忽留的 建築尤其是這樣 建築在做顏色的時候 需要多樣性 需要統一性 那我們來看當代人家 現在也就不是在講 20世紀初代主 你剛才講的是21世紀的project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project 非常非常有意思 這個project 其實是做了一系列的housing 住宅 而且這住宅是 利用顏色是坐在哪裡 坐在它的balcony 坐在它的陽台 那我們如果到歐洲 看到它的陽台 跟台灣的陽台還不一樣 歐洲的陽台有一個element 台灣很少有的 就是那個拉窗 它可以陽出去 就變成一個雨遮 拉進來的時候 給拉起來全部遮光 拉開來 所以那個拉窗 其實是在 尤其到義大利 到米蘭 看到非常多現代的房子 為了要遮光 我們台灣遮光 大部分的把窗簾放在裡面 做了百葉窗在裡面 在國外他們把遮光的光簾放在外面 所以可以看得到這個project 是我很喜歡的一個project 我喜歡的不是它的可愛 它當然很可愛 我喜歡的是它的有意思的 對於這種顏色跟空間的詮釋 大家可以看得到它的整個顏色的表達 表達在哪裡 表達在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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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意思的是 這些 這是樓上的樣子 這是樓下的樣子 這是樓上的 那個女兒牆的扶手 這是樓下的扶手 所以看起來好像是一個 六角體 可是實際上它是兩層樓 最有意思的是這個 這個框框是可以讓這個 窗簾做軌道拉的 這個也是 所以 當它全部都拉起來的時候 你看得到的是一個量體的層次的一個基部 可是呢 它也讓這個有層次的關係 有一些顏色在做跳動 這個跳動裡面 像剛剛那個葉子 它有一個主調 它的主調都是那個六角形 可是它有一個變調的東西 是除了顏色以外還有什麼 開跟合 打開就全部都不見 合起來的時候那個顏色就顯現出來 所以它有一種比較當耐心的思考就是 隨時在隨著各種不同的生活機能而變動 這個變動產生了一種叫做都市景觀 把建築當做都市景觀 隨時在變動的一種地景 跟住的人有沒有關係 沒有太大的關係 住的人它只關係到 它要把 連著它下來跟打開 它只關心它要不要遮光採光 可是對整個都市來講 它的內部的需求的遮光跟採光 卻影響了整個都市上的 這個空間景觀 那這是很多的當代思考 跟原來的柯比翼的思考不一樣 柯比翼要的思考 其實像創造的比較神聖性 現在的思考是要創造的那種 那種就是生活的韻律生活性 雖然同樣在表現顏色 雖然都在對於都市的講話 可是它們的創造感不太一樣 因為只可以看得到它們的顏色開始 用了非常多的非顏色 開始像畫骨一樣去用 我常說這個做起來顏色很像 女生買的那個粉餅 每次買粉餅 九色一套 十二色一套 其實用的只有兩個顏色 永遠就是那兩個顏色 每個人都有它的習慣 可是就喜歡那個十二色 配起來的那個感覺 那每一個顏色開始有一種新的Tone 也就是說那個時候開始離開顏色 是必須要再重新被尾套 不太像以前就這麼單純 紅 黃 藍 黃 三個顏色就結束了 那歐洲對這些事情 對於一個叫做抽象的東西 變成一個具象的建築量體 其實是它們其實是一直想要嘗試 一直也能夠創造一個都市區 我們可以看到另外一個project 這是一個非常出名的環節在荷蘭 它是荷蘭的一個建築師叫MVRDB 曾經來台灣好多次 然後他們做了一個老人宿舍 老人宿舍如何讓那個老人 開始跟這個城市對話也很相比 非常有意思的是 它的所有的顏色創造在它的陽台 背景是乾淨的 所以你看到背景全部都是木頭圍色 反而是撞出來的這些各種不同的陽台 開始產生了各種不同的彩色玻璃 所以你可以看到陽台 側面的也好 正面也好 開始產生很多跳動的彩色玻璃 我們都在想 那你為什麼不坐在窗戶上面 為什麼要坐在陽台上面 請大家注意 如果我把彩色玻璃坐到玻璃上面的話 我每天看到的就是菊瓜 那如果被土藍色的 我每天早上起來就看到藍光 沒有人會受得了那種事情 除非是什麼 商業空間 或者是什麼 Boutique Hotel 就是設計型旅館 反正你住一天 你才希望你每天看 那一天住在那邊 早上起來陽光打氣還是藍光 你有那種非常興奮的 可是叫你住十天 你已經快受不了 叫你住一輩子 你當然想跳樓 所以它必須要把它的顏色 放在一個第二層的Element 是無傷大雅 可是又可以影響 城市的景觀的內面 所以可以看得到 它開始用這些不同的關係 來當作另外一種都市的詮釋 那這個對我來講 也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詮釋方法 包括剛剛那個拉鍊 現在這個陽台 那跟現在族裔也很不一樣 那其實這些思考 台灣都比較少 台灣喜歡在房子上塗顏色 最好塗完以後還能畫Halo Kitty 或者是什麼 而且台灣喜歡粉紅色 粉 超粉的顏色 那個叫做公仔色 吉祥霧色 可是對歐洲人 它對顏色是非常的敏感 所以很多歐洲人來台灣都說 台灣你們台灣好怪 你們台灣都很喜歡幼童畫 每一個人都用頭髮 一定要做得超可愛 Kawaii的那種的關係 可是對他們來說 他們用顏色 不是為了可愛 而是為了另外一種城市的景觀 背後是嚴肅的 可是表現出來是輕鬆的 然後我們是表現出來的是 是輕鬆的 背後是隨便的 那個不太一樣的 對顏色的這個感覺 那他們在一些institution也蠻好玩的 就是他們開始 讓他們的institution 這是一個art school 讓這個institution 相當作一個畫面 這個不要沒什麼 這個很多人都是 反正好玩而已 沒什麼好或不好 我自己曾經嘗試過一件事情 我覺得也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曾經做了一個樹林國小 樹林國小剛好有一個面牆 全部都是西塞 必須要有一些百頁轉起來 所以這一面剛好是那個西塞面 我們做的設計的時候 西塞面陽光進去的時候 所有的百頁都是打開來的 可是呢 當它開始陽光在下午要曬進來的時候 各個空間各個教師會移民他們的需求 就會打開轉60度轉180度 轉90度就合起來 可是它全部合起來的時候 它就像一個粉餅的關係 所以它其實是隨時可開可合的 所以它也是一樣 我的概念其實是跟剛剛的 那幾個project或者是 隔壁是一樣的 就是當它今天在全部都打開的時候 就像顏色都不見 顏色因為百頁轉起來都在側面 只有當它合起來的時候 那個正面才會浮現出來 可是這種idea都是在它的第二層的關係 比如說我曾經看過一個辦公大樓 希望那個辦公大樓整個在玻璃圍幕牆 能夠表現出另外一個顏色感 讓那個玻璃圍幕牆 不要那麼的冷而中性的時候 曾經做過這個project 我剛剛做的這個其實跟這個是很接近的 是這個 可以看它做了什麼事情 它做了一個非常便宜的事情 它就蓋一棟非常便宜的玻璃圍幕 不是很便宜 蓋了一棟玻璃圍幕 蓋完之後為了要上顏色 做在哪裡 做在dipico的百頁 裡面的百頁 我們都知道我們常常百頁就是白色 灰色 它其實這個百頁是建築師就做完了 所以可以看到它百頁全開的時候 跟百頁垂直開 跟百頁全部合起來的時候 突然整個建築開始變成另外一種表情 這個表情是可開可合的 是隨時都在變動 甚至於到晚上光線打在那個 垂直百頁的時候露出來的那個光線 之間的那個感覺 那顏色基本上都是這種 比較strong 比較屬於composition 比較整合性的 比較不是我們等一下會講到室內設計師 所做的那個東西 腦子的觀點都是在講我如何維持 我自己建築的本體的純粹的感覺 可是我又能夠加上顏色 讓我的建築跟別人 或者跟都市區的感覺不太一樣 我也看過另外一個project 非常非常有意思 這個project的外牆 它的顏色也非常好好玩 他們有一個叫做color skin 這個color skin我等一下會跟各位說 這種color skin非常有意思是 這個我們不叫做粉色喔 你們看起來好像很粉對不對 跟台灣粉不太一樣 台灣粉那個是那種 真的是hallow kitty粉 它這個粉其實是叫做 加上earth 加上土的顏色 讓它的彩度變低這樣 然後你都可以看到有些 在台灣畫 這種顏色台灣也不太會選 因為這種顏色用台灣畫來講 都塞線 塞線 就是濁濁的 可是台灣都喜歡選這種亮麗的 可是注意一點 其實真的要用空間的顏色 當你今天把這個東西 稍微把它變成 加了一點這種揮過度的時候 它本來好幾個顏色架起來 會很smooth 而且很有一套 這個才叫做color skin 就是顏色系統 這個叫branding 這個時候 除非你就是要那幾個顏色 互相完全不搭 就是紅藍黃那種 強烈的顏色 所以當它這個顏色以後 這個建築的外牆更有意思是 它把所有的牆面 要發現顏色的地方都坐在裡面 而不坐在白色的外面 讓白天陽光打 跟晚上燈光打的時候 每個窗口打出來的顏色 是一種狀態 你明顯的可以看到 從剛剛科比一的陽台 到百頁窗到什麼 建築師往往在這個顏色的時候 都沒有那麼直接 因為他很害怕它的房子 變成橙色版 比較沒那麼直接 可是室內設計師 要變成一道牆的時候 它就很直接了 這道牆我去讓它很黃 我去讓它紅 那個是很不一樣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Potet Hotel 在倫敦的Potet Hotel 所有的玻璃就開始變彩色 當然這種 只能住一天 住一天你會覺得超棒 你站在那個窗口 還故意找你的男朋友 去下面幫你拍張 你站在一個藍色光上面的那個 那個感覺 所以這個Potet Hotel 它是因為有它的商業的概念 所以它重新建構了整個建築 就像一個色塊的合法的感覺 然後建構那個人設 是放在透明玻璃上 讓那個晚上亮起來的時候的 這個空間 OK 剛剛娜娜娜她講的 全部都是外立面 她在講如何在外立面 建築師們怎麼用顏色 只記得 這些顏色不完全都是實的 有虛的 就是靠光影或靠透明玻璃 或靠側面 來感到它的關係 緊接著我們再回到 建築師面對室內的時候 建築師面對室內 這個是比較狂野的 這個一樣是誰 一樣就是柯比翼 這幾張照片誰拍的 就是范玉璇 就是剛剛在做那個修道院 拍的照片 拍得非常棒 非常強烈 柯比翼的空間 永遠都很強烈的 你可以看得到 它做的清水混凝土 做完以後擦了血紅色 它用了三個大天窗 有的天窗保留水泥的原色 可是又有的天窗卻 弄成紅色 所以在這邊看到的顏色是 虛的光線的顏色 這是看到完全實的 牆面的顏色 它讓外部的光線打進來的時候 能夠跟室內展生各種不同的對比 因為都是比較軟 因為虛的光線 比較硬 它供出到那個建築 所以我們可以明顯看到這個空間 非常強烈 如果有空 大家真的到法國去 一定要去看這個 怎麼會在裡揚的附近 然後甚至於 它在裡面也試著做了幾個量體 塗了顏色以後 為了讓它們光線打進這個顏色之間的關係 像是這樣 光線打下來 故意把這道牆做成弧線 所以讓那個光線 剛好打在那個弧線的真上方 顏色是慢下來的 或者 它在做一件事情是 故意把窗戶的天窗放在上面 刷顏色刷在哪裡 刷在這個斜板上 光線是打在這個黃色以後 再灑進來 因為明天它無聊到 每個窗戶都不同顏色 可是你走在室內一樣 都是清水管理 顏色都藏在 那個牆窗戶的側面的關係 這些是 柯比利 一個屬於現代派的人 然後他 自己本身是一個畫家 所強烈管線的關係 再過來我們再看另外一個 就很不一樣 顏色其實是表達感情 也表達文化的概念 然後 下一個人讀的 郭普利之歌獎 是一個 南美 無喜哥 叫Louis Berrigan 他用的顏色就非常的強烈 這個強烈不是那種 現代主義的強烈 是那個叫做狂野派的 就是他用的顏色非常的狂野 然後呢 幾乎是歐洲人比較沒法接受的 是南美人才有辦法接受的 這樣的關係 可是可以看得到他在用這些顏色的時候 很明顯的他在襯這些 強烈的顏色 最重要讓他這個東西襯出來的是 下面的水幾層後面的樹 你想看看如果 旁邊是亂七八糟 這個建築就沒辦法那麼的直接而強烈 而是他襯在一個後面是天空跟樹 站在一個水上面的時候 那個空間感才能表達得出來 那個強烈感才會有另外一種新的感知系統 包括同樣一個空間的另外一個角度一樣 非常非常強烈的用這樣子的色彩 所以你幾乎去看一些關於墨西哥或南美的片子電影 你就可以感覺到他那個個性幾乎從那個顏色就會乾得出來 你可以很明顯的感覺這不是中歐那些人做的 反而有點接近南美的關係 因為顏色怎麼會表達 每一種顏色 當然台灣也在找台灣的顏色 所以前面幾年找過什麼 等一下會講台灣紅 最近在談台灣金 那個台灣紅到底是什麼 等一下會講中國紅跟台灣紅 不太一樣 所以中國跟台灣紅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都有他背後的定義的關係 所以看到用這些紅的 最有意思的是這個非常狂野 非常強烈的這個空間 跑到室內去的時候 這個Louis Berrigan 我非常喜歡的一個建築師 可是學不起來 因為我們不是那種個性 所以做也不像 做起來反而台灣話叫很了笑這樣 不是那種個性也沒辦法用那個顏色的人 怎麼做就做不起來 像Louis Berrigan 做的這個空間 就非常像藝術家也非常的虛幻 非常有意思是 明明是一個L型的牆 你們幾乎都看不出來 這道理空間長怎麼樣 它就是一個L型牆 這邊有個洞 它是一個天井 然後這個L型的牆 一個水池 做了一個紅色的牆 插進水池裡面 所以這個水讓它倒影 這個水呢 會映出這個幾個顏色的倒影 像那個漸層色打起來 尤其是這邊有個跳空 比較暗的地方身上去的時候 從最深的藍一直到淺藍 一直到淺藍 一直到進水的時候那個更淺的藍 就會產生一種非常Virtual 很虛幻的這個空間感 所以從剛剛那個非常實的強烈的 在戶外也有水 戶外水因為是跟陽光很直接的關係 所以戶外那個水的倒影是很直接的 到了室內這個陰暗空間的水 表現出來的 完全產生兩種不同的氣氛 甚至於它的空間裡面 叫我去住 我住兩天我一定要衝出來 它的空間裡面的整個狼 光線打下來的時候 整個空間是刷成黃的 進到下一境的空間 卻是紅跟藍 有這樣子一個層次的對比 尤其這個層次的對比 尤其這個層次對比 還更有意思的是 光線當它打在這個條狀的 像遊郎的這個條狀窗 跟整片沒有條狀的陰影 打在後面那個藍 你會看到那個層次的關係 像一張畫 那這個是學不來的 這種特質已經不是剛剛 我覺得要學剛剛刻鼻音 那個比較容易學 要學這個很不容易學 那這種空間 有一種很特殊的藝術性 藝術感 包括這張粉紅色的 黃色的牆 水泥 進去有一個 類似粉紅色的 另外一道門的關係 這個叫做直接表現 這個南美人 直接就把顏色架在它的空間上 就直接表現了 我們來看一個美國人 是一個畫家 後來他是一個畫家 也是一個建築師 他每一天早上有一個習慣 早上起來一定要一個多小時是自己畫畫 他的所有的圖都是畫水彩 真的要變建築師都是他同事畫的 這同事滿可憐的 要看他的水彩畫 猜他到底要幹嘛 然後那就畫在建築圖裡 他每一天都在畫水彩 他對於顏色跟光線非常非常敏感 這個人其實是非常棒的建築師 然後叫Steven Hall 然後他在西雅圖 設計的一個教堂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這個教堂 從量體來看是 很簡單 可是你可以看他拉出來的 各種不同的天窗 他說他所有的建築的概念 都是因為他在畫畫的時候感受光線 所以他建築必須要理解 光線從哪裡過來 OK 光線要從裡面滲進來 所以可以看得到這裡的量體裡面 好多不同滲出來的光 光線是從裡面滲出來的 沒什麼了不起 這滲出來一定覺得 這個光線應該打到室內裡面去 應該是很多的天窗打到室內裡面去 不對 他說我不想要產生光 什麼叫做光影 就是我挖一個洞 太陽光打進來的時候 那個光打在牆上會有一個影子 耍下來 最明顯的例子 最喜歡做光影的就是 我想大家有一個人熟 叫安藤忠雄 你去看安藤忠雄 它就是光線一定要有影子 這樣打在那個牆上才有那個 神聖的感覺 他說我想要去光影 我要用顏色 可是我要去光影 那怎麼做呢 他剛剛看到的這些看起來好像是 紅色的牆應該就打到室內裡面去 他又不允許他的室內裡面 直接打進去那個紅色就漫到裡面來 所以他的每一個窗戶都會架一道牆 擋住窗戶 無聊 開那個窗戶就打一道牆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 是光線打進來的時候 他的顏色都塗在這道牆的背面 命光面 OK 可是是背著你 所以他所有的光線 太陽光打進來的時候 全部都是用曼色光顯現出來 除非你走到這個桶子的下方 你看到那個顏色 要不然那個光線全部都是間接的 所以間接就是反射一次再回來 所以當他這樣回來的時候 幾乎看不到 那個直射的影子 可以看到那個曼色光的影子 像這樣一樣 非常有意思的一個建築師 那這些建築師 我會找到這些建築師 全部都有畫畫背景 都是他自己本身 不是只是學學建築 他本身都有畫家的背景 所以他們對於這個顏色之間 都有他們的不同看法 顏色大概 我今天講的都不是那種 只是在牆上塗色的 都是他為了做顏色 他會做一個思考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要怎麼做 才能做出一樣不一樣的光線 那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人 這個人都不是建築師 他做的建築師好 這個人是藝術家 這個人叫James Terrell 我不曉得 可能很多人都不曉得這個人 可是這個人是 世界上最出名的一個藝術家 他有幾個很出名的案例 如果你們曾經去日本看過 安城忠雄的案子裡面 有個叫在一個島上 在一個叫植島上 有個叫地中美術館 地中美術館 它就是跟好幾個藝術家合作 地中美術館如果沒有幾個藝術家 我覺得忠雄的案子 基本上就很大了 因為它的設計都是藝術家做的 其中有一個非常棒的風景是 就在天花上挖一個洞 所有人就在看那個洞 可是那個洞超級迷人 每一個人去幾乎 都不是說好漂亮 沒有人說好漂亮 你進去那個東西說好漂亮 那個漂亮的層次是比較低的 作品最好的 你進去不是說漂亮是 哇 這個城市是很高的 你要進去還沒說漂亮 先哇一聲就是那個 幾乎進了這個 Jumpsterio的這個空間 這個美術館 它做了好多的案子 進去都是哇 然後為什麼呢 因為要把挖到這個洞 挖到幾乎邊邊故意讓它沒有後度 你知道連那個杯子都有後度 那個板當然有後度 它故意削到只剩下一片薄薄的一條線 所以呢 你看到天空的時候 才發現它好像是一張畫 可是坐在那邊看那張畫 突然雲飄過去了 它不是一張畫 它是個天空 所以呢 這是他會做的 Jumpsterio做很多跟光線有關的事情 那個光線有關呢 另外一個很經典的案子 就是在日本的 一個叫月後旗友 那個鄉下的地方 做了一個樹季 叫月後旗友大地樹季 它就改裝了一個房子 這個房子非常有意思 叫光子館 光子館非常有意思是 它本來就是一棟 看起來好像不太起眼的民宅 可是民宅呢 這個斜屋頂上面還有一個屋頂 是貼在這個斜屋頂上面 可是這個屋頂上面是有軌道的 它是會這樣平移 把屋頂蓋起來 然後這屋頂把屋頂打開 所以進去裡面的人呢 一進去以後你就不曉得為什麼 所有人到那邊就開始拖鞋 你再進去看 所有人都躺在那個 躺上底下 不曉得為什麼躺在那裡 你一躺可以躺十幾分鐘 為什麼 因為那個屋頂是 每十幾分鐘開一次 再開一次 所有人很安靜的那邊 無聊到每個人十分鐘都還不講話 因為它的就是慢慢在開 慢慢在開 所以你每個人就是這種蠢樣子 然後不曉得這樣 可是呢 什麼事情可以讓你平息十幾分鐘 然後躺在那邊看 的原因就是它打開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到那個 那個雲跟光就這樣飄過去 不同的天氣 讓你注視那個天氣之間的東西 而且那個 這個框薄到只剩下一個線條 就像一張畫 真的很像一張畫 然後你幾乎觸不到它的厚度 這是建築師做不到的 這我認為是藝術家做得到 藝術家才有方法去做到這麼精確 然後它精確到 而且讓它看到每一個不同時間去 所看到的天空是不一樣的 因為天空幫你創造這個 不同的 暴露的感覺 那也就是說 它的光線來自於 它的顏色來自於哪裡 已經不是來自於 真正創造 藝術家 建築師不是藝術家 所以喜歡用藝術家的顏色來做 藝術家應該用顏色來做 他不塗了 他就說 然後那個 那個 每個人都服務在你 然後他就是要用天空來做自己 這個藝術家更好玩 他永遠在挑戰 我極度建議 你如果有興趣 去查這個 Jumpsterrell的YouTube 有很多他的影片 都非常棒 他做了另外一個實驗作品 基本上都是用光線 用顏色 應該就有顏色的光線來表達 一樓梯上去 碰到一道牆 碰到一道牆 碰到一道牆有個紅色 你永遠看 以為它是一道紅色的畫 貼在牆上 他用的光線不知道怎麼弄 當你走上樓梯的時候 你還不敢踩進去 因為你以為它是一道畫 可是它是一個洞 可是他把那個洞 因為我們知道 什麼時候讓你覺得 那個孔你敢走進去 是你看到它有削點 才知道它是有空 那光線做到 連旁邊的削點都不見了 你根本不敢踩 因為你不曉得 等一下會不會摔進去 所以每個人都是這樣子 然後慢慢地這樣子 然後再過去 可是非常驚人 那個整個空間的方式 用顏色 用你的 就叫做 視覺佔流的那個關係 因為我們都知道 你眼睛會護光 就會開始會產生不同的幻覺 然後它這個幻覺裡面 做出這個 非常有意思的一個 在地中美術館 也有安德忠雄 所以我說 如果沒有這幾個空間 那個空間就沒什麼意思了 這幾個空間 都是這藝術家做的 它怎麼做呢 你知道它是怎麼 進到這個走道 所有人速度慢的鑰匙都不敢踩 其實它的空間有多寬嗎 它空間是怎麼寬 它只用光線讓你覺得 你只有這麼窄的一個走道 可是你手去碰碰不到的東西 可是你又不敢踩過去 因為你不曉得 那個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這條線的腳不見 你日常你要看到這個線 你才感覺得到 那個空間是存在的 結果那條線反而產生在這裡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它進去所有人都速度變慢 開始挑戰你的感知 所有人的動作都改變 我非常佩服它 它其實在控制我們的動作 控制我們的所有的行為 然後用的是 顏色跟光線 顏色光線裡面挑戰了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角落的轉角 這個是非常有意思 嗯 當然 當然 它就是用泛光跟霓虹 霓虹燈的那個關係 來做這些 非常非常有意思 可是它故意在那邊打一個橫光 其實它的框框是這麼大 它的空間其實是這麼大 可是你不敢 超越那條沒有界線的線 那我講的這些都是 真正在處理顏色跟光線之間的關係 OK 到這裡為止 我們來談 建築師它有重的 它要表現的其實是 味道 時間跟材料之間的關係 不盡然直接上顏色 可是要表達那個味道的關係 那我今年暑假 帶了一團人去歐洲看 我最喜歡的一個 一個建築師叫做皮特純頭 這位我愛死他 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瑞士建築師 然後得到布里茲德獎 那最出名的案子 我們那時候去住在那裡面 就是一個的Bath 就是在一個地底下 故意把建築砍在山裡面的一個 一個浴池 這個浴池呢 在中心的地方 用一個小藍光 把光線打下來 然後呢 這個浴池 當它熱氣的時候升上去 那個味道跟那個光線 因為大家都知道 看到煙最容易的地方 其實是光線打下來的地方 才可以光線才會同樣的地方 所以它在水跟煙跟上面的光 產生一個很完整的 很有氣味的這個空間 那實際上它並沒有上什麼顏色 因為它的所有的建築 用最原始的石頭堆起來 可是卻產生一個很好的 具有某種神聖性 可是又還蠻自在的一個 一個浴場的空間 非常棒的一個 一個project 那我今天要講的還不是這個project 因為這種project 這種光線打下來的 其實柯秉就做了 柯秉剛剛在座廊香教堂 那個光也就做了 我最愛的是它一個 山頂上的一個小教堂 它並沒有真的去上顏色 它用的是把當地的木頭 切成一塊一塊疊上去 像瓦片一樣的木鑽疊上去 木頭上去的時候 先為了要防蟲的關係 它那個煙 先把那個木頭熏黑 熏黑的木頭 熏黑木頭把它建築做成什麼 這是一個橢圓形 眼淚形的一個 水滴形的一個平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水滴形的平面 是這樣 有一個有尖角的 一個是眼角 然後是Smooth 然後外牆全部都貼那個木塊 是熏黑的木塊 剛開始是熏的很黑 可是呢 你知道 那個木頭開始變晒的時候 它會越晒越淺 越晒越淺 所以呢 它的顏色開始會變淺 尤其是風吹雨淋的時候會變淺 最有意思是這個建築物 在這個橢圓形裡面 一面向東一面 不對 一面向南一面向北 我們都知道 東西南是會載到太陽 北方是照不太太陽 所以北方永遠保持那個 沒有被曬過的 原始的黑色的木頭 可是慢慢的轉轉轉轉轉轉 轉到東西向 再轉到南向的時候 只被曬過的時候 它的木頭就會變淺 所以會從這麼黑一面變淺 所以整個建築其實是有顏色的 而這個建築的顏色不是刷上去 是因為風吹雨淋日曬 然後時間感就在裡面 我覺得我最喜歡這種最高明的就是 就是 它其實在表達這個顏色亮體的所有的狀態 其實都是依靠自然的材料 跟自然界的光線 兩個搭在一起 產生它對於這個顏色上的變化 當然你說你要刷一個別的顏色 當然可以 可是就是說你要懂得 知道日曬跟這個材料 跟它的方位 三件事情合起來 它有辦法表達這樣的面向 所以它就把這樣的面向給表達出來 另外一個是在裡面 最有意思是在裡面 一樣是弧形裡面 它把所有東西都沒有做窗戶 都做起來 所有窗戶都是用天光 都是高窗打進來 最有意思是打進來的時候 發現這個打進來的 從東西向到南向的光線打進來的時候 這個弧線 因為我們都知道 弧線很有意思的是 可以把光線變成漸層 因為它是慢慢慢慢轉向的 它不像我們的方形的房間 就是東向面 南向面 北向面 它是慢慢的從東轉南再轉西 這樣子 有可能是這樣的關係 它在這裡面做了一個非常棒的動作 這樣就不可以說了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木頭 在這一面都是開始回到原木色 可是在另外一面全部都是 表達了這個黑色的樣子 都是那個黑色的關係 超級感人的發展 我們那時候去一堆人 就坐在那裡想要幹嘛 真的坐很久 因為它有一種很不一樣的神韻 我常常說建築有時候要不是那個神韻 最有意思是它的室內 它的室內非常非常有意思 那個光線扮射下來的時候 這個是原始的木頭 後面的這道牆 上了一個東西叫做銀漆 可是這個銀是那個平光銀 不是亮光銀 沒有bling bling的感覺 可是那個銀因為是平光銀 所以那個光線打下去的時候 會漸層開始從亮到暗 那個很敏感的很細微的關係 那這也是我為什麼會喜歡它的原因 是因為它不像現代主義這麼強烈的 要表達一個藝術性的表現 可是它卻又在這些紙材料 外部的木頭跟裡面的銀漆 表達那個顏色跟空間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要找金漆銀漆 一定會很熟嗎?不會 可是大部分會很熟嗎?會 你不會用的就會用的很熟 可是金漆銀漆用的好 我等一下會再講另外一個日本人 或是東方人 不能說日本人 東方人對金漆跟西方人就很不一樣 所以這個等一下會不會說 另外畢生春頭這個人 一樣做了另外一個教堂 那邊做了一個方形 這個教堂看起來像墓碑 不太像教堂 從頭灌碑碑 可是這個教堂超改的 的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雖然外面看起來很棒 可是它外面用模板做成方形的 可是裡面不是用模板 裡面是用什麼? 用一堆當地的木頭 像搭那個我們要做營火碗會的架子一樣 把這樣搭 搭起來以後它就站住了 我們把它繞一圈 它整個就站住了 繞完一圈以後 當做模板 然後外面再搭一個方的牆以後 灌漿 灌完以後 這個房子就是外面就方方的 然後裡面就是 一根根木頭 做出來的那個痕跡 那怎麼拆模呢? 這是最棒的 我覺得這個技術師超棒的 它是把它燒掉 放火把它燒掉 燒完以後 那個所有木頭的痕跡 跟味道都留在那個裡面 它什麼叫教堂 所以那個教堂 跟我們看到那個十字架是不一樣的 進去你聞到那個味道 看到那個光線 進去有什麼感覺? 而且燒掉那個木頭 本來就凹凸不平 所以灌溫漿也凹凸不平 當然在台灣 一定會被說沒辦法驗收了 不過那個凹凸不平的狀態 從那個天窗光線一打進來 它就會開始有一些 從很亮到很暗的光線 然後你看到這個 為什麼凹凸凸 它就是一根一根木頭的 的那個狀態 然後整個是黑的 黑到只剩下上面的這個 當初木頭這樣出起來的那個洞 那這是我們那個時候 覺得最感銘的一個空間 就是非常棒 那個黑是被燻出來的 熏黑一個空間 而且還有一道味道 跟剛剛那個外大一個空間 太陽曬 曬到變成淺色 我覺得每一個都有它 對於這種 我不敢說它是顏色 它基本上是材料 可是我覺得 這件事情 對於我們在常常 建築的人 在用顏色也好 用不同的方式 是很值得可以去想像的 然後就是它的空間 進去的時候 很狹窄的 超愛那個空間 進到裡面 留下往上看的 那個看起來神 就快從那邊出來 那個 那個 絕對不是十字架 就是那個洞 就 很狹窄 就上方那邊 就一個狹窄的 對 那我極度建議你們 有空可以去看看 喔! 皮特書頭的案子 單看那個型 就會覺得它像不悲 沒什麼好看的 要了解它背後的這些 所有的事情 才能夠理解 那這個都是我講的建築事 這關的緊接著我們就談 室內設計師 室內設計師 室內設計師就比較不一樣 室內設計師比較不碰觸的 其實是風格 品牌 文化型 它比較跟人有關係 比較跟人的近接觸有關係 跟剛剛那個建築 那個空間啊地景啊城市啊 是完全不同的觀點 我只是說 它背後有一些 服藥捨立不太一樣 那我跟大家介紹一個 一個非常棒的一個 法國的設計師 叫Christine Yeager 這個也是一個 名牌專門做豪宅的設計師 他出了一本專輯 很棒的專輯 這本專輯 這本專輯 這就是他的主色 他的所有的主色都在這裡 那個黑 純黑 紅 中國紅 加上金 加上紫藍色 這些顏色來配 只是說 對方來說 要詮釋一個style 那很多人都說 他的style有一點是 法國的東方味 就是一個西方人 企圖從Oriental 就是東方裡面找到一些元素 找到一些新的 這當然現在我們會 很多人操了啦 台灣很多人操他那樣子 所以你知道 樣品服務有看到這種 很多這種 半東方味的西方現代的主廠 然後他會去抓這些 比較東方的顏色來 表現在他西方的建築文件裡面 所以才會變得這麼紅 非常適合豪宅 於是不爽 喜歡住豪宅的人 喜歡豪宅的人 當然很喜歡這種吊吊 不過當然這種吊吊也是屬於 歐洲很高檔的人 不喜歡這種吊吊 不會用點黑跟用點金 然後那個金呢 可是西方人用的金 又是大片金 可是這個人已經算得 有一點點溫吞 就是做得比較 比較含蓄一點 所以可以看到他們那個黑 那個金跟木頭的顏色 包括這個用牆 也是用那個金色的地質 其實這個感覺 就跟剛剛做建築的 很不一樣對不對 用顏色也非常非常不一樣 用的質感也非常不一樣 想要創造的那個對比性 都有一些比較touch的線條 不會像剛剛那個 灌完薑好像想把它拆掉一樣 那種不一樣 建築師所表達的空間跟材料 跟顏色跟 跟室內設計師 反正非常非常不一樣 西方人還是會把它的 所有的金色 放在一個 潘騰 包括你要去沙發 做一塊金色的布 還是會這樣子做 那東方 東方跟西方 對金色的詮釋 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最推薦大家看一本書 這本書叫做《意義已在》 是一個非常著名的一本書 很多建築師都受到它的影響 《意義已在》他說 西方人跟東方人 他認為日本人 他當然講日本人 他不會講東方人 可是我們聽起來還蠻天靜的 其實東方人這樣 他說 日本人 用的金色很特別 日本人用的金色 常常是在一個空間裡面 能燃到金 藥就全部都是金 可是這個金不是為了要 像路易斯四太陽王 法國的太陽王 要表達那個華麗華貴的風格 不是 他說這個金色是在以前的 木構造房子 沒有很多燈光 因為東方以前的風景都很暗 在沒有很多的燈光 在一個大屋頂之下的時候 金色是幹嘛 金色是 你如果一個人 比如說我想整片都是金色 你點的一個燈光 但那一組燈光 一打 這個燈光反射到 到牆面 這牆面的暗暗的金色 會把空間打亮 超級失意 我聽到這個 沒有看我就覺得很棒 就是跟西方人在談到的 這種對金色的詮釋 直接表現某一種風格 是不一樣的 可是那個 用金色來做反射的物件 在用燈光去打出來的 他在 這本書一一頂戰之下 他覺得在暗裡面 找到那個細微的 光線的質感 是東方人非常 透明的 他那本書非常棒 如果大家有空去買 大家來看 那本書最有意思是 他說 縱使是連味噌湯都這樣 我聽不懂 他說味噌湯 一定是要在一個漆器裡面 做一個濁濁的顏色 他說那個顏色看起來的 那個 半濕的那個狀態 我聽不懂 可是超感覺的 有那個感覺 那個直接感覺 但如果你有興趣 你再去看看 你看得懂我看不懂 他說味噌湯 他們跟他們用了金色的空間 那個音域里戰 他在里戰這種 叫做從愛裡面找到一點點氣韻 這是不一樣的 一個空間 那剛剛Kristin D.A 就跟這個 不一樣 這是我去一個很感動的童年 在 日本另外一個很老的城市 叫金澤 人家是人生小新都 OK 他有一個兼六元 叫成遜德 他用的顏色 包括這個顏色 是說從 當初從法國學習來的紫 這個紫跟這個金 都是在很暗的暗的光線 裡面突然亮起來 很難用去說 我昨天找到早上 好久的照片 找到紫 但我覺得還不夠暗 如果你們到 到這個金六元裡面 看這個房間 就會發現 暗暗裡面突然 如果照我們現在用 比較爽的方法 就是它的螢光 就晚上沒有光線的時候 突然那條線 就亮起來 然後亮起來 把旁邊照亮一亮 所以這個空間 其實是真的很暗 開很小的窗 對 那我其實從那裡面 特別可以感受到 東方 尤其是陰液 也在所聊宿的那個 那個狀態 所以用顏色也很好玩 如果今天 屬於顆比例 是需要大量的光線 打在一道牆上 讓那個光線 做出那個感覺的話 那其實 東方他在談到那個金色 我剛剛這個 陰液的顏色 其實他是為了要做 一點點燭光的反射 不是面對太陽 是面對空間最深的那個 比如說最後的那道牆 OK 只在那邊打亮 就是它反射出來 整個空間 讓它半出來的亮 所以兩個光線 其實不太一樣的 的概念 那我們再回到 克里斯丁的這一個 他 很多人說他想 他很喜歡它 是因為他有一種 西方現代感裡面的東方 當然說到東方的文學 如果包括這個 包括用這個鐵鍵的 非常簡單的 structure 包括這個桌子 OK 所以他用了非常多的關係 而且這個紅 他往往在整個空間裡面 只有一道牆 一道牆 只用那種中國紅的感覺 那這個概念 讓人開始有 從室內比較熟悉的方法 就是要做異國情調 就開始有一種 mix and match 這樣子 交雜的關係 那這會做這種 英國情調的 這會做這種 mix and match 其實香港有一個美術指導 那藝術 黑影的藝術創作 最厲害的就是張淑平 最近你看到他 李戴宗師就是 然後他往往在幫自己 做幫王家衛 就做這種 非常異國情調的 中國的紅 加上這種異國情調 其實這個東西 有時候都不用說 就是他那個 光線一出來 那個 可是他如果是這種 空間的時候 他不約會放詮詩樂 或會放巴西的音樂 讓兩個東西交叉在一起 可是你可以明顯的看得到 這些顏色 其實有他的一個 叫做傳統味道 包括後面的紅 架在裡面的 前面的加一點綠 當然很多人說 紅配綠 狗臭屁 可是 東方其實很多是紅配綠 聖誕節當然也是紅配綠 不過就是有一種 味道是可以抓到的 很多人說 這個紅 這個我們就拿來用 很多人不甘心 他說我們台灣 要有台灣紅 台灣紅 大家知道台灣紅是什麼 客家紅布還不是台灣紅 客家紅布 有的紅是 是正紅 是中國紅 真正台灣紅只有一個顏色 客家花布是好多顏色 夾在一起 真正台灣紅 被發展出來 文進會 還有陳玉秀 主委以前那時候發展出來 是桃紅 這個 這個 那個 最後的那個 當然客家花布裡面 有這個桃紅色 OK 開始用這個桃紅 當然桃紅是比較野的 跟剛剛那個大紅 正紅 不太一樣 那現在就開始發展了 這個你如果注意去看 你上網看去看 他還給你RGB的 的 number 就是那個桃紅的 顏色 見仁見智 你可以說他是 你可以說他不是 可是 你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所有人都在找 城市的顏色 跟文化的顏色 文化顏色 剛開始大家都覺得 是或不是 是或不是 有人出關 有人出關 可是 久了以後他就會是 OK 那個就是 所有人對這個美學上的認定 當然他需要有一些時間來 來架構 所以文化跟顏色 其實是非常非常聯繫的 只不過 硬要創造文化不容易 像台灣紅 就是希望 從以前文化裡面 創造一個 自己的文化 然後他能不能 時間久了以後 就變成一種 一種架構 可是這個就是要看 時間怎麼去做 可是 還有一種 是建構出來的 其實叫做 branding 就是 品牌色 品牌也是有品牌色 而且品牌色 大部分大公司都是花大錢 找一家公司 幫你調出那個品牌色 那我們上網去看 可以看到 Starbucks 他就有一個品牌色 這些顏色 除了大家都記得這個 Logo的領口 他真的品牌色 是這一系列 這個品牌色 就是我們常說那個篩選 就是 它的概念就是 Earth 所有的顏色 加上Earth 很神奇喔 你看那個品牌色 你第一次看 你覺得沒什麼 可是有意思的是說 你注意去看這個品牌色 不是隨便訂的 你現在到任何一個地方的 Starbucks 任何一個地方的 Starbucks 可能店面都長不一樣 可能你走進去 你就知道它就叫Starbucks 它不是只用這個綠色 也不是看到這個綠 你當然在招牌看到 Starbucks就知道它 不是 是你走到它裡面的那個 裡面它用的三四種顏色 都在這個品牌色裡面 而這個品牌色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 它合著用還要很搭 就是個別看好像也沒什麼 可是每一個合在一起都還可以配 所以它用這個品牌色裡面 做的好的就是 合起來怎麼搭都是對的 做的不好的怎麼搭都是不對的 那個個別看都很漂亮 台灣選顏色裡面 比較沒那麼專業 包括我自己 看色飄都很漂亮 配起來都還混到 就是怎麼搭都不對 那個是需要專業的 需要有一些 那這個專業其實 就是我剛剛講 我最近三年的看 他們就是每一年有一個 叫做Chain Color 他們其實就是有一群專業的人 在挑大片色 叫做主題色 你要不要相信說 今年就是主題就是藍 明年就是紫 不用那麼serious 可是你看它搭的那個顏色 倒是很serious 那個搭出來的每一個顏色之間的關係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做室內設計師 大概最厲害的是這種 我一點都不會 就是你要把皮啊 碗盤啊 布啊 瓷磚啊 陶器啊 瓷器啊 低毯啊 布啊 全部都貼在一起 這個 這個我們叫做材料板 但是看材料板 就知道這個 室內設計厲害不厲害 我是屬於比較不厲害的那種 就是 搭起來材料板 每個都是灰 暖灰 米黃 白這樣子 可是在這邊可以聽得到 它用的 瓷磚的 淘氣的 瓷器的 地毯的 窗簾的 布的 包括皮的 整個顏色其實是非常大的 那這是另外一種的 那我覺得我最想要學習就是這塊 因為這塊其實是不容易的 比建築難 我認為 因為我建築學人很久 所以我覺得這塊很簡單 這塊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他們才會開始訂這個 這個品牌色 不過現在也不難了 現在iPhone有一個APP 不是iPhone 智慧手機 我知道每次都說iPhone 它有HTC跟Samsung 他們都有一些APP 其實是有一些軟體可以下載 你知道配一個顏色 它會告訴你它的 它的 這種系列色 可以變成什麼樣 很好用 那就可以看得到這些就是叫做品牌色 這個我們叫做Color Skin Color Skin 才會應用到各種不同的材質 因為Color Skin還不夠厲害 要厲害到說 這個Color如果是布 跟這個Color是玻璃 跟這個是瓷磚 跟這個是木桶 還對不對 因為顏色碰到不同的材料 會有不同材料的質感 這個質感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像這個案子 就很喜歡 這種案子 台灣的設計師 台灣的設計師 台灣的設計師做起來都好建築 而且都長那麼一模一樣 可是在西方 我覺得 看起來不錯 很簡單很便宜 可是 你看它用這兩個顏色來 當這兩個Color Skin的顏色 做起來就滿有 暑期臉都滿有法國調調的 很像法國人的家 就是喜歡進去的時候 先刷一道牆 刷了一個顏色 台灣都不能就是白色的牆 要不然就是整紅色的牆 可是就是有一種 這種還滿會搭顏色 其實搭顏色需要文化 我常常說台灣為什麼不搭不了 為什麼西方人自己回去刷它 因為有時候 對色彩的訓練是更生蒂固的 就是從小開始 所以我們因為從小都沒有訓練顏色 這門課或是這種文化 所以對顏色的使用相對的淡保 這也是不容易學 我們可以看到室內的關係 我都很喜歡這種家 可是我永遠想到 把我的家裡留到想刷顏色 每次選一選就是黑 不曉得死 就是黑色 一路黑道理 可是我卻覺得這種 有很有一種文人的氣質 對我來講 它當然不是說 像我們那種設計公司 總是用顏色 就覺得設計師做人 可是我覺得這個 就不太像設計師的顏色 說不上來 我不會說 什麼叫做這個 不太像設計師的顏色 就是它有一種 特殊的某一種 自己的風格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這些顏色都 其實你明明的眼睛 只單看其中一個顏色 你要想想 拿色標給你選 你選得到兩種顏色 你一定不會選 你看起來真的都髒髒的 像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 如果只是這邊小塊的話 你永遠不會選到 你會選到旁邊那個 蘋果玉 發達玉 Tiffany OK 就是會選到那種 比較輕的一點的 很怕這種重作的關係 更怕這種東西 就是超漂亮 配著木頭 配著這個藍灰 卻很美 可是這個都不是正常色 簡單講 所以我 所以我那時候 常常跟德利在講說 欸你們很棒啊 你們這個 調完色都已經有RGB了 我這要喜歡 什麼條都不會是錯的 要不然腳油漆空調 調完以後 還沒乾 刷上去 還沒乾 欸這個很漂亮 刷上去乾了以後 變另外一個顏色就完了 所以他必須要有一種 一種training training的一個 的關係 然後包括 這些 我都覺得 這只是很快的帶過去 包括 如何在家裡 可是我都覺得說 其實家裡需要 有一點點這種 屬於個人的 某種 這種喜好 欸 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來看看這一個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 什麼樣子 這個 有點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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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如果在台灣 這個顏色 你會想到什麼 蛤 有人想到嗎 還是眷村 還是早期的眷村的門的 這個顏色 帶來的門 帶來的 那這是什麼 就是好秋 就是你如果到 到西醫計畫區的 四四南村 那個好秋 其實這個顏色 單看真的很不好看 可是 弄起來還蠻有 他自己的味道 跟我們現在在找的 那些都不一樣 所以開始 現在很多年輕人 我覺得蠻有意思 他們都不一定是 正科班出身的人 他們自己在 做他們的店的時候 他們就很喜歡去 老的眷村 去找到一種 致命性的顏色 像這個 Coffee Shop 在南京東路的一個巷子 裡面就很有趣 全部去眷村 收他們的那種 半藍半綠 不藍不綠的 一些窗戶 然後那個顏色很怪 那個顏色 大概都不是正色 可是那個 配起來 就有一個 還蠻特別的 味道 所以這是一個 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不只能說 它還不容易 它必須要花很多時間 去到底 去了解 到底那個 它不是只是 舊舊的而已 它有一種 顏色是賺不到的 然後很多人開始 希望能夠找到 這些 所有的舊舊的顏色 這對我都很喜歡 好 緊接著最後 剛剛室內跟建築 你就很明顯發現 兩種designer 有兩種不同的眼睛 包括兩種不同的腦筋 對不對 所以不是說做空間 會做建築就會做室內 或會做室內就會做建築 因為兩個人想的事情 完全不一樣 是兩種不同的腦袋 當然 最好的人是 同一種腦袋 就是他最後伸手 做A 做B 做C 他知道他在面對什麼問題 他在面對人的問題 還在面對文化的問題 還在面對都市城市地景的問題 我們緊接著要談第三個 其實有關於更大方向的 是在談地景的 談城市的 談裝置的 它是屬於比較屬於 公共藝術也好 地理社區或地景裝置也好 這就是我們這三年 跟得地圖標在合作 在做Mist Taiwan的時候 可是我們這三年 其實有一個感覺 就是台灣人的 顏色訓練真的不行 怎麼選出來的團隊 他們已經努力到不行了 我們都努力到 我們每個人眼淚都快掉出來了 看完以後眼淚也快掉出來了 還是顏色不行 這個就是訓練的問題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訓練 而且真的每一個人就 拿起刷子就開始蠻幹的 就開始塗了 然後還覺得不夠活潑 不夠精彩 還覺得不夠Local 不夠表現他們的自我特性 再加畫一些什麼東西 就是那個 不是說那個不好 而是說那個單向的想像 反而會載化你原來想做的事情 如果你看得夠多 你在回來想人土性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不是拿來就蠻幹的 所以我每次在這三年在做真選的時候 我每次都跟主辦的人說 你是不是要來上一個課 可是說實在一個課是不夠的 那個是一輩子的事情 那個就是從小就是訓練對顏色的 因為喜歡吃甜的東西 太淡他也吃不下 他覺得太淡 永遠覺得太淡 你要吃重鹹 吃重鹹的時候 你就沒辦法吃淡的東西 可是你要訓練到說 你能夠吃淡的東西 還能夠裡面嘗到裡面的鹹味 那就更不容易了 這跟做菜也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訓練 那其實在談到城市跟地景的時候 也在開始訓練就是說 有一個我們一樣在做Mass台灣的 另外一個團隊的顧問 也是我們的Team Member之一 叫做Aqua 叫做周育如 如果你們對他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上他的網站 叫做都市校美 水月設計 那都市校美他們最近辦得非常多 因為他對顏色跟對地景 非常有興趣 所以他帶了很多年輕人 在專門在study叫做 叫做City Color 甚至於他最近在做一個活動 叫做台北Color 希望再找台北顏色 我常跟他說 我覺得台北顏色就是那個 迴旁建築的屋頂 那個鐵皮有藍跟紅跟綠 三個顏色 那個是台北主要顏色 因為你不信 你從高樓往下看 全部都是顏色 防止什麼顏色都不重要 因為就是全部是那些 繼承的鐵品色 那當然還有很多 他們叫做World Wide Color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也是一個開始去找 所以他這個網站裡面 你如果上網去看 你可以看到台北Color 然後他有一些information 甚至於他找了一些世界的 World Wide的Color case 來做study 那在這裡面 我想跟各位講說 其實顏色不限得 大家想像的這麼 narrow 建築師會用顏色 會用材料 景觀也會用材料 景觀用材料 就是自然自在 所以可以看到好的景觀師 他其實對他的顏色 對他的landscape 是有想像的 他甚至做他的地磚 磚的時候 有些地磚是不透的 不透水的 有些地磚是不透水的 從很透水的 到不透水的 它自然會長出 最多的草 跟慢慢的草會不見 OK 為了要做這個事情 必須要做一個努力去 要設計那個磚 從透跟不透之間 它是要把它變成這樣子的關係 或者在搭地瓶的時候 你必須在搭地瓶髮 這個整個像一個 織布的那個 的經緯軸 然後留下一個地方 讓樹變成跟你的 木栈道或什麼 開始產生一種關係 台灣的景觀設計師 比較會做的是 打格子畫排名 直磚選三種顏色 拼出一個花這樣 所以 不應該有花的地方 有好幾塊花 再加上工人做不好 那個花更多 可是 西方的 我認為景觀設計師 是比較大氣的 他們知道說 他們所有的Landscape 要給的是一張 簡單的材料的畫布 所有的畫布的顏色 其實靠的是 真正的指在 來 撲起這樣 這樣的關係 所以這幾個只是 很簡單的例子說 其實這個都是在 設計師的眼睛裡面 想過了以後 開始去 去想像加出來 這個還可以再進前一步 進前一步就不是 不一定是景觀設計師 景觀設計師 可以做這個事 還有一個人 可以做這個事 是公共藝術家 還有一種人 叫做地景藝術家 還有一種人 叫做裝置藝術家 三種人的成績不太一樣 成績所負責的事情不太一樣 可是他所面臨的 都是一些地理環境的問題 可是裝置藝術家 還有這種叫做景觀設計師 跟地景藝術家 其實界線在世界上 越來越難辨認 在台灣 景觀設計師 不會做裝置藝術 裝置藝術不懂景 不太知道景觀的事情 所以永遠是各做各的 或者是要就要做得很強烈 可是在西方 他們的這個叫做專業訓練裡面 顏色的訓練 對於材料的訓練 對於自然景觀的訓練 跟都市的訓練 其實是同一個航門都要學的事情 所以他們比較容易處理一個 都市又有景觀性 又有裝置性 又有藝術性的這樣 連景觀設計師都在想 我要怎麼表達藝術性 而不是在表達什麼畫Pattern 所以我常說 台灣的景觀設計師的訓練 比較辛苦是 怎麼樣給你一個廣場 就是在畫Pattern 這裡有一個圓 這裡有三角 這還要代表一個書 一本書 這還要代表一個月亮什麼的 就是沒事就把地板拿來畫圖 地板不是不能畫圖 地板是需要有一些 一些章法的 所以如果你一上網去看這個 這個 都市校母 水月設計 他們在做這個 這個 枕翅設計 顏色的時候 他們就採了很多很多世界的案例 那我覺得這些案例都非常有意思 而這個案例呢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大膽 可是又不讓人覺得它 畫到不行 它總是會有一個Statement 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Statement 這條街 你幾乎說不上來這些Pattern 到底是景觀建築師做的 還是是藝術家做的 因為它是在一起的 所以它基本上是 在做這個街道設計的時候 它其實跨領域 然後把顏色做的 非常的簡單而乾淨 你可以想像如果這條街 被我們稱為叫做藝術大街 如果在台灣做 台灣會怎麼做 因為最容易的方法 找旁邊的小學生 給他們一堆磚 叫他們來拼 拼得滿地的 全部都是小學生的 可愛的 可愛的畫 那大家都很高興 得到獲取了很多溫暖 然後大家也覺得 我們每個人對這條街道的貢獻 我不是說那個不好 可是台灣就只會做這個 所以不管你到台南 台東 花蓮 宜蘭 都一樣 反正就找社區居民來 共同創作就是了 我真的很害怕台灣這種 美術訓練來共同創作 就是大台那一場 我常常就在說 我不是說做社區的這種 活動不好 我只是說 其實要做一個叫做公共都市空間 需要一種美學的訓練 不是大家 溫景投射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常常說 我也很害怕 今天鼓吹大家說 我們可以用顏色來改造我們的地景 其實有可能 我常常有提醒我們的 互相提醒 包括 我們每次搬的活動都好 怕變成製造下一個城市垃圾 突然擺搬得很好 突然就跑出一個 大花牆了怎麼辦 所以 可是 需要為這個城市做一點 創作用顏色 其實我會跟各位說 顏色是最 不花成本 而且最小 比如說你要找人去貼磚 那要去做什麼 其實都花很多錢 所以 有的時候他可以用一個 最簡單的方式去做到 他很好的效果 因為 顏色畢竟是視覺的影響 所以他很容易創造 可是要做這個最有效最便宜的方法之前 就是要最敏感 就這麼一回事而已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 他們在創造 不管如何把這個廣場變成一個大紅 把他的家具跟全部都變成一個statement 還是說 開始有一個 pattern把這條街創造出來 其實這都是一個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一種地景的觀點 那 如果大家都能夠開始用 各種不同的眼睛來看這些觀點的時候 其實 當我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就比較沒那麼危險 就開始知道 這個的風險在哪裡 那個的風險在哪裡 然後我們這個 這是我們去年做的一個 一個 零食屋 然後在阿瑪庫斯的 原住民部落 因為 風在以後 他們 要做一些零食的房子 這個零食的房子 本來都沒有顏色很醜 所以我們就希望 住在這裡面的居民 在我們上次的美食臺灣的運動裡面 可以公粉來漆 這個顏色 然後呢 最後他們漆完以後 老老少少的這些原住民 這邊我其實看起來蠻溫馨的 蠻 蠻 感動 感動是真的很感動 可是感傷也蠻感傷的 你後面的這個圖的東西 我們上次跟朋友說 他這麼想 就是一個住民 就是要主靈的眼鏡 要換去他們編織的 那個格子的關係 所以 開始在這個 這個大的 大的避難屋裡 開始掛出主靈的眼鏡 跟這個文化 其實你沒辦法去 Defense 說 不能用這個 因為 這個對文化性來講 是很重要的 對每一種不同的文化 他們都有一種文化性的認知 只是說 旁邊要是主靈的眼鏡 一定是這樣的詮釋嗎 OK 這個就是 這是一種訓練跟經驗的概念 似乎可以更 更 那個一點 更好一點 或更明白一點 可是 又覺得說 他們每個人 驕傲地坐在 他們計畫的前面 得到那樣子的 認同感 跟知識 我們覺得也蠻好 蠻好 所以做這個活動 其實有兩種意義 一種是 跟自己 這個詩詢人 一起 共同做一件事情的認同感 可是當然另外一種意義 是不可避免的 就是真的要上顏色的時候 這個 成熟度要怎麼可以 重新訓練 所以我們隨時都在 提醒我們自己說 我們要不要再開一個工作營 專門講顏色 誰可以來教 對不起 找不到人家 台灣這部分 真的很少 那 可是 如果可以 可以 那就會更棒 那我們當然也很希望 慢慢的有一些自然的色彩 是像 希臘三層 或是像這樣子的 在韓國的另外一個藝術村 組裝出來 這讓我想到寶藏岩的 另外一種狀態 還蠻有機的 如果有機 多色 我就覺得沒有關係 可是 它也會變一色 其實這有很多不同的 處理方法 可是我覺得其實 處理地景藝術 跟公用藝術 其實就是 你要 微觀又要聚觀 你要拉得很遠看 你要拉得很近看 要表達一致性以後 又要表達藝術性 又要表達多元性 那是不容易的 我覺得那個 比 雪地快步 地毯 更不容易 因為它就是一個 叫做 social impact 就是一個 它對社會上 是有一個很強烈的衝擊 然後這個衝擊 正面衝擊 反面衝擊 都沒關係 像台灣現在 台北市現在在做一個 叫做創意城市 常常在想說 創意城市在地景上 可以怎麼改變 其實我們可以明顯看到 其他事情其實還蠻有趣的 是像西班牙 法國 他們其實 這些地景藝術家們 還真的蠻 大展也蠻厲害的 竟然可以在這個 小學生的一個 在一個廢墟 為了要創造一個 小學生的 去學校的步道 大展地刷一道 黃色的 Yellow Belt 然後所有就變成小學生的 一個專用步道 它裡面是有一些 社會的 就是它 它是有一些社會的 遺許 可是它表現出來是 大膽的輕鬆 而且創造出另外一種感覺 而且它很敏感到 它還故意不跟旁邊的 這些房子貼在一起 就是離開 牆面 離開地面 自己中間有一條 你想想看如果 這個黃色直接漆到那邊 跟這個鑽田在一起 整條都是黃的 那個蠻嚇人的 可是如果它今天 脫開來自己一條 它倒是有一種 有一種藝術性 它就是表現它自己的statement 它的一個動作 那這個也是 這個green 從樓梯帶下來 把這一條整個 這個空間 讓我很想像到 寶藏園那樣的空間 想像到在一個 蜿蜒的路裡面 有一個green 拉在一條線上 那這些我覺得都是表現 現代地景藝術的 可愛也好 歡愉也好 可是有一些 新的不同的表現 那這個部分在台灣 真的比較少見 台灣比較少抽象思考 台灣怎麼樣做 都是具象 啵啵就這樣出來了 然後這個抽象思考 可是又很大膽 我覺得是不容易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樓梯 直畫哪裡 這個樓梯很特別喔 這樓梯只畫側面 上面你採的東西 永遠就是一般的 食材的顏色 可是你要走上去的時候 那側面是漸層的 超有意思 那當然這是可愛的 這更有意思的 其實也是 一樣都是側面 大家注意 他們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是有做決定 不是 上了就化了 是他決定他要這樣面向 還是這樣面向 還是 拖開牆面 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甚至我還看過一個 非常有意思的 project 是在日本 一個火車站旁邊 一樣在哪裡 在日本 背後騎有 弄了一個大地衣術機 還有一個火車 火車站要走到他們的社區中心的時候 有一段地下道跟那個步道很長 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是 一組講 做的 這個天花板砍了幾個喇叭 這幾個喇叭 喇叭是因為他這個社區 這個火車站 越來越蕭條 因為 因為他是一個鄉村 所有人都外移了 所以人越來越少 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是 在每一個回來後來的客人 坐火車到這個火車站 要走到他們的社區中心的時候 的牆上 永遠聽到一些人 在講他們自己的家族史 這個每一個人就是 住在這邊的每一個人的 的姓名 名牌 文牌的姓名 把所有的這個村子裡面 一直還住在這邊的人 一直留下來 然後就講他的家族史 我自己在那邊是蠻感動的 我覺得 哇 每一個不管來的人 跟這個城市有關的人 在走一道火車站 經過一個地下站 走到他的社區中心的這一站 都可以聽到 這些騎老的講話 然後 還可以有名有姓在那邊很好 我覺得這個idea很好 可是我在台灣不敢做 因為台灣做很像洗豬白啊 很像 那個 那個 生豬白 可是在日本他們覺得 這個是一種marking 當然這跟文化有關 可是 我覺得這個idea 非常非常有意思 就是說 如何重新define 而且用一個顏色 而且用一個 彩色的方式 而且還有這個彩色 就是稍微比較清淡 讓那件事情 可以像彩虹一樣過去 我覺得那個就是台灣的意思 那台灣也有幾個 我覺得是還蠻好的 成功的 用顏色的案例 不過它比較藝術性 這個最成功的案例 藝術性拯救了一整個 廢棄的街道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台南的海岸路 那最出名的就是 藍塞圖 這藍塞圖是一個建築師做的 叫劉國昌 然後 他做了這個 這個藍塞圖 當初是幹嘛 因為那個海岸路 在蓋的時候 是一個失敗的案例 把舊房子拆了 結果因為 閉案就沒有再蓋了 所以房子就拆一半 就留在那邊 所以呢 劉國昌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是有意思的喔 他就把這個拆掉的房子 繼續把它的深度表現出來 原來它空間是有深度的 可是被狠狠地砍掉 只剩下最後那道牆 再從那道牆 把這個空間再把延伸出來 把原來的舊的椅子 什麼拿出來 而且讓晚上還是用銀光的 很上的顏色 變成這樣的紅色 幾乎現在是海岸路 最多人去拍照的地方 也留下了一些記憶 因為他們當初覺得 是一個台南市非常糟糕的一個決策 讓那條路打開的時候 把牢房子都拆掉 那這個拆掉又營運不起來 可是現在海岸路 就因為這些藝術家所創作用 就熱起來了 可是現在也很慘 因為一熱起來以後 就變成燒烤店了 旁邊就變成一個燒烤店了 可是當初藝術家都在談記憶 所以可以看到劉國昌 可以看到留下這個磚牆 把這個三牆留下來 把這個家族的故事 跟這道牆刷起來 直接要剩三牆 畢竟這些都是藝術家做的 所以他們對於哪邊要刷顏色 哪邊不刷顏色 其實是有動作的 跟彩繪不一樣 我們這是在做面試台灣的時候 我們是要求希望參加的社團 或者是團隊 不要畫具象的東西 因為他們畫出來 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畫出來絕對是卡紅的那種 所以我們最後決定 先不要畫具象的東西 因為那真的很恐怖 就把建築當畫庫再畫 可是對於藝術家們就不一樣 藝術家他們在詮式具象跟抽象 是有他們的概念 比如說像這張 把所有的照片貼在這個東西 然後他的彩色繽紛是在那個照片上面 可是他們卻把那個牆面 反而是留下那個白 所以剛剛的三個都在海韓路 三個都很特別 一個是用人像的 一個是用空間被砍掉以後的繩固 一個是用這個Poto的關係 那這些其實都是我認為 各種面向來面對顏色 還有面對地景 一則面對建築物 一則面對市民 那這三件事情我其實 我介紹的是讓大家理解 顏色非常Powerful 顏色非常具有力量 顏色是一個非常可以運用的 容易的手段 可是就是因為它太有力量 所以要非常非常地接受 知道你在幹嘛 那這大概是我今天跟各位用的 而且我就半小時多一點 跟大家的介紹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你覺得它顏色一樣是鮮艷 不曉得這一個建築物有什麼散望 我沒有看到 我知道有這麼一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留下來也不錯 我拆掉為什麼拆掉我也不曉得 那 對 那個給我聽到 可是我沒有特別有看法 它其實就是一個歷史 如果你要想對這個Poto的話 你可以去看 其實有 有一個日本人 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日本人 出了兩本書都在講廢墟 講廢墟跟講這個原則不太一樣 講廢墟有它的定義 廢墟有 有 有出來的超現實感 還有它以前的歷史上的東西 我講的比較嚴肅 如果它說可愛 什麼都很可愛 包括那個五角船版也很可愛 OK 在內湖那邊也很可愛 可是如果說你要談那個 那個飛碟舞所留下的 有什麼意思的 它背後有一些 真的在談廢墟的人 談得非常好 什麼樣留下來 包括太平機場 就是松山葉廠旁邊 現在還有幾棟老房子 裡面還有那個 以前洗山溫暖的那個浴池 也都很棒 那這個是 跟今天有點不關 它叫飛雪雪 然後包括你在看到很多郊區 金瓜石 金瓜石不是而已 陰陽海 陰陽海有個銅礦場 留下一層一層 那個都非常非常棒 那我比較不會 不願意用可不可愛來講 那些房子 因為要可愛每個都很可愛 只要跟我們現實生活 不一樣的都很可愛 對 可是它背後 每一個的地底關係 比如說陰陽海的 那個同況 長得一層一層之間的概念 跟你剛剛講 飛碟舞是在那個 沿著那個 那個山枝的那個邊邊 它都有一些很多意思的事情 可是我比較沒有什麼看法 因為我那個 我比較沒有研究 好 好 接下來了 有沒有問題 好 其實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其實對於台北園 新一區來說 其實看到這個大樓 比高 然後或比 天空設計的東西都有 它事物少了 對於一個城市更壞的一個旗條性 那 像您做建築的時候 會不會去顧及說 今天我的建築 為何要 凸顯業主的需求 或是 黑主的特別需求 而去 破壞掉一個 對於城市的一個旗條 我感覺反而像 就以父親來說 我覺得像 譬如年雄 最輕人動大 我的眼光實在是 太過突兀 所以這個城市好像 不是那麼的適合的感覺 那貴雅老師請問一下 好 我的看法 主觀的 好不好看 我覺得沒什麼好講 因為每一個人的 好不好看不太主觀 我只是講大方向 我認為 台灣在做這些建築 都市景觀的時候 有一個原則其實是 搞不好是不錯的 就是盡量做剪法 就是 不管建築是在做任何的事情 盡量是先剪一段 不要為了突出而突出 不過這個 城市跟業主是 剛好相反的 因為 他很帥 我要比他更帥 他一個比一個更帥的 不過我覺得 對台灣的這個環境裡面 其實建築已經不容易 彰顯太很清楚 反而應該 退一點 變成剪法的 的事跡 我個人認為第一個 是這樣 第二個是 在剪法完之後 畫龍點睛 一點點就可以了 如果是新計畫序 可是如果說 你今天回到 雙年 因為雙年 雙年站跟中山站現在那一條 還蠻熱的 蠻多年輕人在那邊的 那個已經有一些舊紋理 我覺得 留下那個舊紋理 讓它有一點點不同的冰燈色彩 去反映那些 很不同的小店 我倒是覺得 就沒關係 所以不一定 減法應用在全部的地方 而是說 如何突顯那個地點的 特殊的味道 然後彰顯那個味道 然後 亂也要亂到一個程度 因為醜到一個程度會變美 只是整理 所以 當你今天已經亂到一個程度 你在裡面抓到那個風格 它就可以表現出不一樣的事情 可是 當你今天在一張 被公外畫好好的畫布 我裡面它推到比較 減法設計 減法設計以後再畫龍點睛就好 可是這個 我知道這邊台灣的設計師 在面對一個列組是不容易的 因為 因為台灣的列組 尤其是房地產 或者是要蓋房的列組 比較缺乏自信 所以缺乏自信說 欸 怎麼做這樣 比較漂亮 比較狂 跟別人比較不一樣 所以 這個常常都是因為 我比較沒有自信 所以我必須要趕快跟別人比 可是在其他的國家 大部分都是要拱 那一整個區裡面的某一個東西 然後我退到一步 下面來 反而那個 整個狀況會出來 那 不過這個要看 第一個要看業主 第二個要看設計師的工地 因為設計工地跟他說 剪髮他可怕剪到什麼都沒有 因為台灣設計師說實在的 不好也很多 所以 不是所有都是業主的錯 我覺得常常是設計師的錯 指導師常常說 這一條要做得像龍 又是自己 業主還沒講到做起來就像龍 那樣子 那其實都是設計師的問題 不過我覺得 有幾個原則 這個倒是可以守 我覺得大方向上 台灣我覺得應該是建法設計 對我來說 好 那我們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謝謝各位先生 請問所長以前 以前是職業的建築師 然後現在在學校 回到學校 這樣的兩個身份 對所長來說 有沒有調適上 或是有沒有那個 其實在 在學者上面有什麼不一樣 謝謝 應該沒有 我其實是無縫接軌 因為 因為我 1993年回國 回國工作就開始 然後就開始幾天會開業了 可是我教書是1993年回國 就第一天開始就教書 沒有斷任何學期 所以我 對教書這塊就是我 跟裡面的興趣 所以 當我決定要回去教書 比較難的是要什麼 決定前面這個事務所要 決定要弄掉 可是要接 接這個 直接接軌道 軌道學術 接過教育界 那個部門的 1993年到現在快20年 也都沒變 所以我倒是 反而是很研究 唯一的比較尷尬的地方 手會癢 簡單的講就是 偶爾手會癢 不是每天癢 可是就是 看到一些東西 覺得這個應該做做 你要做做 可是 要很收斂 就是 能做的做一兩個就好 就是 做一兩個自己覺得還不錯的 就 就 就 我覺得說 對我來說 設計永遠不能停的原因是因為 你只要不做實做 那個理論 五年後你就會 你那個 武功就會鈍掉就沒有了 所以 所以其實是 是 如果現在還在做一點設計是為了要 保持那個溫度 可是真正的興趣我覺得教授很好 對我來說 是一個我最得心應手也最有興趣的 我覺得那個選擇還蠻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龔老師 精采的分享 再次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那在這集呢 我們請就位 就是我們 新衣學堂跟 折力塗料呢 第三場的色彩學講座 在下個月六號的時候 我們會邀請到 中華民國流行色彩結婚藝書長 陳作韻老師 來為我們談 善用色彩趨勢 打造成新手運的居住空間 那歡迎大家 再到新衣學堂 跟我們這一場 色彩學講座 謝謝大家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願望 謝謝